大家好 我是王蕙琦 這兩天晚上啊 我都在看一齣韓劇 那個大巴不動產 那是張娜娜主演的 那張娜娜在裡面呢 是飾演一位那個不動產公司的社長 那他的身份呢 其實是一個驅魔師 他會幫助那些 就是有含冤而亡的 然後不肯離開的鬼魂 幫助他們呢 可以 離開這個人世間 到更好的地方去 那我今天想要說的呢 不是他的劇情 而是呢 他其實是一齣鬼片 那我剛好都是在晚上的時候來看他 可是我發現 以前的我 不敢看鬼片 可是這兩天晚上 我看完鬼片之後就去睡覺了 那在看的當下 跟睡覺甚至睡著的時候呢 我都沒有害怕的心情 這一點讓我回來看 來審視自己為什麼會有這樣子的轉變 那我發現呢 因為以前我對於鬼的認知呢 是他都是會害人的 然後呢 他有比我強大的力量 因為我看不到他 所以呢 我不知道他會對我做出什麼事情 然後 因為呢 看不到他 所以我認為他是非常強大的 他是無所不能的 那我就是在這樣子的成長背景下長大 所以這種呢 就是我對鬼的理解 那一直到去年開始 那我對於靈魂啊 鬼啊 然後宇宙啊 這些呢 有了一層更新的認識之後呢 我發現其實鬼他並沒有我們想像的那麼的強大 他也不是那麼有空的來理我們 看到我人看我們遇到的鬼都是想害我們的 那因為對於鬼有另一層新的認識跟了解之後呢 我發現呢 他就沒有我想像的那麼恐怖了 我看到他呢 我反而不會去專注於他很醜陋的外表 或是他內心那股強大的怨恨 我反而可以以一個旁觀者的角度呢 來審視今天 他為什麼會已經離開了人世間 而捨不得離開 那這是不是我們其實每個人都有了這一種的通信 那這樣子存在的一種情緒 跟這樣子存在的一種執著 他真的是必要的嗎 我反而可以站在一個旁觀者的角色來比較理性的思考 而因為這樣子的認知 讓我覺得自己好像變強大了 好像鬼變弱了沒有那麼的厲害了 可是事實上呢 他還是他 我還是我 唯一差別的是 我並沒有賦予他太強大的力量 而我只是把原先我對他的那個觀念跟理解 給釐清清楚 然後呢 知道自己 原來給予鬼太多的力量 太強大的力量了 而也因為自己給予他錯誤的誤解 所以認為我遇到他 他就是會傷害我 當我遇到他的時候 我就是無人為力 因為他比我強大 這讓我回來想到 其實我們常常做這樣子的事情 我們常常給予我們未知的事情太強大的力量 給予我們周遭的某些人太強大的力量 認為當我們遇到這樣的事情 遇到這樣的人的時候 我們就是只能束手就擒 一點處理問題的人力都沒有 一點辦法都沒有 所以我想要跟大家講的是 或許我們把觀念想法 拉回來自己的身上了之後呢 我們會發現到 其實我們比自己想像的還要強大 別人的強大其實是我們給予的假象 我們只要把我們的重心拉回來自己身上 真正的去看清楚 這到底是不是我們所可以去處理的 看清楚當我們遇到這樣的人事物的時候 我們應該要如何正確 如何有力量的去處理它 相信如果我們今天能夠對於我們未知的事情 對於我們賦予太多力量的人事物 把重點重心重新的拿回來自己的身上 從新的來審視如何的處理 對我們才是最好的 那我們會發現自己其實是很有力量很強大的 這就是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 那希望這個分享可以讓大家有機會可以來想想 是否我們真的給予別人太大的力量了 我是否應該要拿回我自己的力量 那今天分享就到這囉 我們下次見 拜拜